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就是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 然后跑过的又是自己从小很熟悉的风景 所以这种感受很奇妙 我想主场作战对于我们来说 压力和荣誉是并存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运动员享受赛事 作为一个支教校长 单选为火炬手 我觉得我也不仅仅代表我自己 代表那些参与了支教的这些校长老师 我也代表着西部的那些孩子们 我会把这个火炬拿过去 给他们看一看 也能够揭发他们的斗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